之前我在微博上看到我的很多关注的首页 像马波勇啊 像张腾月啊 他们都来吃过 所以我也想去试一下看400块钱一碗的面究竟是怎样的 就是这家 我以为这里会是一家很大的餐馆 但实际上这就是一家比较小的面店 我给大家看一下店里的情况 看到吗 整个店里就只有几张桌子 还是非常的小的 这是姜牙舌 这一顿的价格是78 然后大概有1 2 3 4 5 6 7 8 就差不多78块钱一个吧 也挺好吃的 甜甜的 香香味很足 但是稍微有点缺心就是油脂不是很丰富 尤其是舌头中间缺少了一点油脂的香味 姜牙舌的味道是比较甜口的 是非常典型的上海口味 如果你不是很能吃甜的话 我就建议不要尝试 这个是他们店的这个馄饨 太大了吧 大得离谱 这样一份馄饨应该是68还是78吧 反正也不便宜 来 我们加克来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 这里面主要是蟹粉和下人 看到吗 这些都是蟹粉 蟹腿肉 我喜欢吃一股螃蟹的味道 不过怪的味道 这个就是他们的巨无霸套餐 这里有蟹前肉蟹腿肉蟹粉肉蟹膏还有蟹黄 看起来非常的有人 我的天哪 我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酱油一份大概是888 来 搞点蟹黄 再来点蟹膏 蟹前肉少来点吧 蟹蟹的肉 最后蟹粉 蟹的肉 蟹的肉 最后蟹粉 蟹的肉 最后蟹粉 蟹的肉 最后蟹粉 少淋一点点醋 再来一点点辣油 再放一点蛋黄 放上 下来 好喝 它好像非常的香 吃蟹膏 哇 被糊了一嘴的那种雄性生殖腺的味道 套餐里面还有几个小的尼罗 看一下 我估计应该有很多人没有吃过尼罗吧 这很好吃 这很好吃 酒味不是很重 但调味又很好 单点一份的话是70多 然后这个是重的 表达可以炒 这个料太多了 成绩在了底下 你看 有一种在吃 甜的感觉 大口80 小口40 40 40 80 太贵了 这个太贵了 不能说不好吃 一定是很好吃 一定很好吃 蟹粉肉当中 有一点点蟹壳 因为拆的时候 不可避免会有一点蟹壳混进去 不能说脆毛球吃吧 但确实有的时候会吃到硬硬的 不太好 比如说这个 这个就是混进其中的蟹壳 这个吃起来就会有一点点影响口感 你觉得这点好吃吗 我觉得 一般是吧 有点一般 我也觉得1000多块钱 就觉得这个食盐确实不是很好 材料挺实在的 材料是挺实在的 然后也很费时间 因为你把它全部剔出来 其实是很需要时间的 但是呢 什么 味道确实就比较腻 尤其是蟹黄蟹膏那么多的量 确实比较腻 我觉得对于那种喜欢吃蟹的人来说 应该很爽 对 有一点觉得尼罗特别好吃 然后那个馄饨我觉得也还可以 不值得单独跑来吃一趟 如果想要来尝个鲜 那我觉得没问题 因为单独跑一趟 我觉得就不值得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